大家好,我是Yuki 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我們要去東京車站 每次都只是經過而已 不過這次就逛一逛 從這個出口出去 一出车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东京一帆街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主题的街道 地上都有箭头之音 我们先去了动漫街走一走 这个是角落生活的专卖店好可爱 这里截止是小孩子的天堂 好可爱 好可爱 日本现在不管走到哪一定都会看到鬼灭之刃的商品 这个卡通真的人气非常高 请问日本动漫的人真的很适合来这里 这边的商店真的很多 好可爱 谢谢 谢谢 我没有一个和,ños absence的两全是正常的 lever 这的同事 这个是多多人的专卖店 起这门好可爱喔 这个是咸蛋超人吗 皮卡丘好可爱喔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超人 这个熊也好可爱喔 接近中午了所以我们就去美食节吃饭了 看来看之后我跟柚子最后决定还是要吃我们喜欢的乌龙面 我们给了两份套餐准备饭吃了 好的开动了如果你正在减肥然后看到这一段内容真的不好意思喔 整个蛋拿去炸了 外面的炸衣全部掉了 哇 美味 好大一个炸 黑轮 口误口误口误不是黑轮是竹轮 跟台湾的甜不辣很像 好吃 这个酱好吃 它这个酱好好吃喔 海鲜酱 很棒 接下来吃鲑鱼泥海鲜豆 生鲑鱼泥这家饭也好好吃喔 摁 好吃 哇这个也好好吃喔 嗯~~ 接下来吃的是我个人很喜欢吃的咖喱乌龙面 这是一般的咖喱酱加上日式高汤 好吃 咖喱酥好吃 咖喱酥好吃 这间店的乌龙面很有嚼劲 而且很好吃 原本只是随便找一间店来 是没想到这间店很好吃 咖喱的汤也好好喝 就像一般咖喱乌龙面的汤都很淡 这间店的汤会做得很好 接下来吃迷你炸虾饭 好吃 那这间店附的海鲜酱汁呢 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 一点也不会死咸 而且海鲜的鲜甜味很容易 嗯~~ 嗯~~ 真的很好吃 嗯~~ 好吃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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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日套餐很好 就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嗯~~ 咖喱酱烤鲜甜味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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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肥就肥 愿意呢 下次如果你来日本呢 也可以跟我们点一样的套餐 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而且这间店超推 真的很好吃 吃完面之后呢 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面 我连续入选 日本的百大乌龙面好几年 难怪这么好吃 下次来日本呢 我建议可以来吃吃看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去逛零食街 嗯~~ 嗯~~ 好可惜 啊~~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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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 都可以发现很多东京限量的商品 好可惜 好可惜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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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看 啊~~ 啊~~ 凄い~~ 好可惜 用饼干做的 好可惜 很可惜 一切二十万 二十万 六十万 柚子正在算他买零食要花多少钱 现在呢每次出门呢他都会带自己的零用钱 他想要买的零食呢都是用自己的零用钱去买的 妈咪会选一鸡狗跟芒果 芒果看起来很好吃喔 那你呢你要选什么 柚子呢挑了好久 最后呢挑了我的建议 九州的草莓跟葱绳的芒果 接下来呢要逛我最爱的伴手礼店 我个人很喜欢逛这些蛋糕点心店 这些蛋糕点心都做得好漂亮好可爱喔 天先生呢每次出餐回来呢都会带一件伴手礼回来 其实我每次都会很期待他带什么伴手礼回来 这里的伴手礼店真的很多逛的好开心 比卡去的东京BANANA好可爱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这就是猫的脖子 啊 可爱 可爱 日本的商品真的都做得很可爱 所以都会忍不住一直说好可爱好可爱 好可爱 这里还有一个便利商店 专门卖一些熟食便当 最近呢 日本呢也是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会看到这个水果三女志 我们继续往外走了又发现了另外一条美食街 东京车站真的很大 还有一个杂货店 这里是拉面街 有好几间有名的拉面店都在这里 其实日本人也很喜欢吃拉面 每次很多有名的拉面店都排队排好多人 这阿妹的日子真正在酒店里面都在这里 逛一逛我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唐吉哥德 它一边呢是专门卖酒的 那另外一边呢是专门卖零食的 这样分开我觉得好有趣哦 一边是小孩子逛的一边是大人逛的 唐吉哥德呢都喜欢把章品呢摆得满满的 让你有在寻宝的感觉 这个卖酒的还有点点夜店风 还蛮有趣的 好的车站外呢逛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要去车站内了 不要以为我们要回家咯 进车站里面也很好逛 这里面呢有一些咖啡厅 它也是有卖很不饭手里的专卖店 又看到水果三明治了 东京人都会在这边 约在这里集合 这个是东京车站内的一个地标 大家都约在这边紫集合 就像台北车站一样 我们学生的时候都约在北三门见面 你们都约在第几门见面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超特的 车站里面也是到处都在卖着伴手里 我依然还是逛得很开心 这里有卖东京车站限定的平均 逛着逛着我们到了一间很时髦的面包咖啡店 我们点了两杯咖啡呢跟一个泡芙 然后坐下来休息 这个是脆皮泡芙 外面的很脆 然后里面的馅的甜度刚刚好 也蛮好吃的 好的我们继续逛吧 这里呢也有一些文创商品店 这里是伴手里占卖出 店员的叫卖身的感觉 这边竞争很激烈 最后呢这一间呢是日本各地的铁道便当专卖店 再看这里 里面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里面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里面是很多人在排队 墙上就挂着各地便当的样品 好了逛了差不多了 柚子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其实我还想继续逛下去 是柚子想回家了 下次呢如果你来东京玩遇到下雨天的话呢 我建议呢你可以来东京车站逛一逛 下雨天也不用怕 今天的影片呢比较长 因为呢东京车站真的很大 不过呢还是很感谢你从头看到尾 路过就不要错过咯 喜欢的话就按订阅吧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喜欢的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